厲害了 不想錯過小明星大跟班 每天精采的內容嗎 不管你是用手機還是電腦 趕快滑到影片的下方 看到右下角有一個紅色 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今天這樣出現的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這些規定合理嗎 外國朋友怎麼看 台灣好多不明其妙的規定 老外看起來它的角度是什麼 再加上嗎 這樣不能超過一桌 超過一桌就叫劇度 對點 不同意 因為它是桌遊達人 沒有 重點那個是說 如果桌遊兩桌 我們也六個劇 現在六個劇 六個劇 代幣… 我們美國 只要是代幣就不是犯牌 像我們也沒有代幣 也沒有現金 我們都是開票 太多了啦 不只有颱風假 高溫假 高溫假都來了 像我們馬來西亞都是33到36 放高溫假的話 我們就不用太多放耶 假如是41 42度我一定要進去 40…還好 不行 不是很高耶 太多了 太多了 最高到56耶 超過53會放假 53放假 53才放假 歡迎來到房間 高溫 今天我們歡迎到外國人來到協助 外國人 對 搞得好像在錄另外一個節目 是… 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他們在台灣 發現台灣有好多莫名其妙的規定 台灣每一個地方那個因地制宜 對不對 東南亞有不一樣的規定 日本 韓國 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的規定 台灣的規定 老外看起來它的角度是什麼 有些其實連我們自己看了 都覺得很奇怪 我們今天就列舉了八項 要跟大家好好討論 有些是真正法律有規定的 有些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自然而然就會這樣約定俗成 約定俗成這個非常重要 來 歡迎六位 歡迎 大家好… 我們一起來給他們聊一下好不好 好的… 台灣的這個規定哪裡… 有什麼問題 一條…來… 你贊同嗎 我們還是讓他們舉個圈插牌喔 公車內新增博愛嶺 有需求者可以按鈴提醒他人讓座 怎麼說呢 這一行要唸一下 什麼意思呢 我們台北市的交通局 在仁愛幹線公車上 現在這一刻已經在示範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上了公車 可是博愛坐都有人坐 我有需求怎麼辦不好意思開口 這邊設置一個博愛嶺 我有需要就是叮咚… 全車的人都會聽到 聽到就是說 我這裡有一個需要 這些看誰願意讓 有點像是 是嗎 對 然後這個據說預計 12月就要正式開始啟用了 但老人去上車不就很尷尬 老人來囉叮咚… 或是孕婦啊 孕婦來囉叮咚… 這個原因其實很微妙 因為之前網路上 是不是就有很多人踏法說 他不讓座… 然後那個人又要出來講說 沒有 我是因為腳受傷 我是因為生理痛 身體不適者這樣 對 視覺上看不出來 需要博愛坐的人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博愛坐 對… 這個有那個Handicap 也可以坐這邊 好的 來 班傑妳怎麼看 有這個讓座的文化 來 妳認同嗎… 認同嗎 美國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怎麼說… 我們都是先把這個 不應該坐在這個地方 或是不讓座的人 錄下來 錄下來 錄下來完之後 先不給他看喔 放那個口袋裡面 再去面對他跟他說 你不讓座 這邊有一個懷孕的 你趕快起來 有的時候他會說 我沒有啊 我沒怎麼樣… 這個時候他會再面對 把那個視頻拿出來 你看 我已經把你錄下來 我有證據 各位 好害怕喔 很清楚 美國人都是萊茵的 對啊 為什麼咧 先收證就對了啦 對 因為有的人會耍賴 不是萊茵河啦 萊茵的 喂 妳要去哪裡 我要萊茵河 來 塞去櫻河 涌河到了 先生涌河到了 你要涌河哪裡 不是啦 我是要去萊茵河按摩啦 有 每次都講錯 這個必須啊 不然的話 以前還沒有這個錄音的動作之前 會打架 但大部分在美國搭公車 大家也都滿紳士們的 就是小孩 老人 孕婦 就是會讓座對不對 大部分會了 對啊 還是有賴皮的啦 孕婦比較少 對 因為比較分不出來 是… 美國 因為美國可能會覺得 女生是女強人 所以女生如果懷孕 就是一般人 他也不希望人家讓座對不對 對… 反而是老人跟小孩 不然的話就是長障嘛 來 日本的 來… 我贊同這個 你覺得要按鈴喔 覺得按鈴啊 因為 比如說我坐電 之前在日本發生過 我坐電車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女生 她的身材是豐滿的 那我那時候我在想 她是孕婦還是 就一直猶豫… 最後決定就是 什麼都不講直接離開 默默的離開 就換下一個車廂算了 對 很危險 如果 請坐… 然後結果他是 他覺得你不禮貌 對 會覺得 還有一個是老人 我之前讓座一個給一個老人 他很生氣 就堅持戰勝 這個最多了 這個好難耶 想讓又不是很確定 所以你就… 你就像美國人一樣 露營純正嘛 拍下來以後 你看 好得戀喔 對… 對… 看這些作文 日本人本來是比較含蓄 所以有個靈 你們可能還比較好用一點點 對… 在台灣的時候 有的老人也是覺得 我不要坐 我不是老人 然後你要跟他講說 沒有 我不想坐 我下一站就要下車 他才會去坐 他才會坐 幹嘛用那麼多心思啊 我等一下告訴你們這個怎麼做 解決的辦法 我們就參考 參考一下好不好 來… 瑞典 瑞典… 可以是贊同是台灣有這個規定嗎 因為是說真的是 在台灣真的是 我覺得有這個波愛做 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因為真的是說 太多人會關你 有沒有去坐在那邊 因為比如說 可能就是坐在那邊 因為現在就沒有人需要坐著 我真的就是覺得 這個安嶺可能就是可以克服這個 台灣人不愛去跟人家溝通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太不愛溝通 如果你需要這個位置的話 你可以就是去問一下 你比如說坐在那邊的人 有沒有需要這個位置 因為像我們說的就是 他們可能看不出來 他們真的是需要 誰知道你需要 去問一下 不是很好嗎 因為在瑞典是不會有這個 因為在瑞典 其實你比較不用擔心沒有座位 因為你瑞典比較擔心是沒有人 對 因為我們都是我們就是 我們寧願站著 不想坐在陌生人的旁邊 對啊 而且瑞典人很怕尷尬 所以他們會很愛保持一個距離 對 所以他們公車你坐這個位置 旁邊的位置自然不會有人去坐 然後隔壁隔一排 他們寧可隔兩排再去坐那個位置 喜歡就是有一點個人愛 尷尬死了 也要位置夠多 對 人夠少 人夠少 安妮… 安妮妳是選叉叉 我們在俄羅斯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俄羅斯有很多女生 喜歡生小孩 所以大部分的女生都是懷孕的 喜歡生小孩 很多女生喜歡生小孩 喜歡生小孩 所以很多女生都是懷孕的 我們男生也很喜歡幫忙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坐公車的時候 大部分的男生都會站起來 不管妳有沒有懷孕 然後我們的老人家很兇 我們的歐巴桑真的好兇 很兇 他一看到男生在那邊就是 好像想睡覺這樣子 他就去打 你說 你沒看到我在這邊 我是老人家 你要尊重我們就這樣 跟韓國愛情賣一樣 這個就瑞典人講的溝通 對 溝通 強烈的溝通 俄羅斯戰鬥民主 戰鬥民主 對 我們的歐巴桑真的不開玩笑的 然後 你們的門好好Q喔 對 好Q 對 我們還有有狗狗毛毛的人 也要讓牠們坐 對 是狗毛犬嗎 還是一般養寵物也可以 一般養寵物也可以 真的 隨便有什麼動物都坐 因為有比人大 對 我們在俄羅斯很喜歡動物 然後也很尊重老人家 所以其實如果你年輕人 你大概到四十多歲 你永遠不要坐 他們要帶個動物 是我在俄羅斯我一定讓牠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帶熊上來 對…比較大隻的跟牠們 狼啊 這俄羅斯人會養熊啦 真的 對不對 養一些很猛的 什麼真的 你還問我們真的 真的會養熊 就熊就牽上來囉 其實真的有 妳敢不讓牠 對 小型的可能是晚熊 大的就是黑熊了這樣子 來…李佩修來… 伊拉克這邊 伊拉克 我同意 因為在台灣有的時候 你上車 然後沒有位置 只有那個不愛坐位置 然後你完全人站著 沒有位置站 然後那空間就是空的 沒有人敢坐 浪費了嘛 浪費啊 然後你如果坐著 每一個人都看著你 覺得很莫名其妙 只好裝就舒服 那你如果你坐著 然後有人來 按鈴就可以站著給牠坐 這樣不會浪費空間 對嘛 我坐一下 你真的需要你再跟我講 對啊 然後有的時候他們就是 需要的人 然後看著你 然後我完全不會給你講 對 但是我們在伊拉克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側上沒辦法站 為什麼 沒辦法站 通通要坐著 一定要坐著 然後譬如說側上有六位置 然後六個人上了 你完全不會讓別人上去 然後你要等有下一台來的 然後有人下去的時候 你才可以上 真的等很久耶 因為路的那些就是狀況太差 所以你沒辦法站著 太危險嗎 石頭路也來 石頭路 不是可以 因為就是室內的部分也不能上去 也都是這樣 就完全不能這樣 一定要坐 因為這也是一個辦法 對 我是同意的 你也同意 我們馬來西亞是沒有博愛座的 我們馬來西亞只有Handicap 就是那個 所以從小就是在那個 無障礙 道德課本上面 就是說 要教導你們坐車要讓給老人 你讓 然後過馬路要牽老太太 然後幫他推 類似這種 就是看你自己的品德 但是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地方 所以一台公車有可能 印度人 馬來人 都在那邊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真的坐下來了 那種上來的是印度太太 有些人會裝著語言 反正我也跟他也不通 就裝死 反正我聽不懂 反正我也聽不懂 裝死 然後馬來西亞的一些馬路的 比較天薄 比較多 我覺得台灣有博愛座是很好的 我倒是怎麼看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有一點這個 父子騎馬的概念 爸爸帶著兒子 兩個人騎馬 兒子你來坐吧 幫忙…路人就這樣 這個小孩坐不孝順 好…爸爸來坐吧 這個小孩坐 妖獸啊 虐待那個小孩 對 那我們兩個一起坐馬好了 虐待動物 怎麼樣都不對 這個是很有名的故事 所以就不用太在乎別人看法 後來怎麼樣呢 後來他們兩個父子走在路上 所有路人說 怎麼會有兩個笨蛋 有馬不騎還一直騎 對 所以這個博愛座應該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說所有的座位都坐滿了 你坐到博愛座的時候 你坐到了 你就要注意說有沒有人需要禮讓 對 這個最討厭了 因為你一直坐在那邊 等那個捷運到 下一站到 要起來嗎 不是 其實表演給其他人看 那個就是你對不對 根本沒有人要進來 你知道 沒有 沒有 那倒不用 你要等他進來 他移動很緩慢 或者看起來就是一個孕婦 有需要 有需要的話 你要不要坐這裡 問一下 這個一定要 反而是坐在這個座位的人 你可以問一下 說你要不要坐 對方如果說我不用 就不用 對 但是這個表演 當然是因為其他人在看你 其實你做這個動作 他們才會覺得沒事 所以是那個想法 大家都要改 不要一直就是管別人 然後就是好像你自己是一個警察 在看那邊 就讓大家都是多開心的 然後就是多尊重 美國人除了來贏的 還要這樣才可以 演戲咧 真是 來 下一條 台灣的婚禮喔 第二條也很莫名其妙 檢舉有獎金可以啊 超過一桌就算劇毒 憲哥玩笑下蒙眾人 在家怎麼這樣不能超過一桌 超過一桌就叫劇毒 瑞典不同意 因為他是桌遊達人嘛 沒有… 沒有 但是桌遊達人 如果桌遊兩桌 我們也列為劇毒 沒有賭錢… 代幣… 我們美國 就要是代幣就不是飯碼 像我們也沒有代幣 也沒有現金 所以我們就是開票 來 下一條 台灣的婚禮喔 第二條也很莫名其妙 檢舉有獎金可以啊 台灣這個很討厭啦 這個跟大家解釋一下 台灣有這個檢舉的規範 一般可能亂丟菸蒂 亂土檳榔渣這些 他們檢舉成功的話 每件可以領到 例如說300塊 400塊 所以現在網路上還有人 成立社團負責檢舉 我今天看到什麼 我明天看到什麼 然後就PO上去 然後他去檢舉就可以 用這個來賺錢 這個來賺錢 大家覺得認同嗎 圈插牌嗎 我們貼一下 有沒有 看到 一年獎金 真服了你 檢舉達人太狂 一年獎金就破80萬 那不是跟正值沒什麼兩樣啦 對 所以真的有人 就把它當正值啊 有嗎 美國有這樣嗎 妳同意啊 我們是沒有獎金 我覺得應該要 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是一種 他丟那個燕地的時候我們拍照 然後我們會PO在聯書 說什麼地點 然後就是會黑這個人 可以背一個黑鍋 對 然後覺得說我們其實是 才是好的人 這些人都是爛貨 是你們壞 你們不好 對…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大家互相批評其實不會進步 比較進步是你錢給他 然後你罰款給他 這個才會改革 好像是耶 因為美國那麼大 之前就有很多影片就是說 這個區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乞丐 可是這個乞丐 可能每天拿了乞討的錢 然後收工 就有人去拍它 這個東西就變成 到底你要維護的是它的人權 假乞丐就對了 對 還是它是一個 假乞丐應該被制止 對 所以這種檢舉也很多 所以美國也是這樣 日本也覺得同意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 尤其是交通方面可以更好 我已經在台灣遇過兩三次車禍 都是就不小心什麼亂進來 就是賺到什麼的 真的喔 所以就是這個是 不是我開車… Drading也同意 為什麼 你不是說都不要管別人 我檢舉這個很討厭 美國有檢舉我知道 因為我們家就被檢舉了 對 這樣也可以 沒有除草都會被罰耶 真的 而且罰很重 還有牆壁的顏色 漆的跟別人一樣也會被罰耶 那是社區的 後來我知道誰檢舉了 社區… 他檢舉以後 然後跟你講有人檢舉以後 然後我是嗎 那怎麼辦 對 對 歡迎自己印一個小小的紙條 傳給你 後來是叫老莫來幫忙除草 然後我看一邊在除草 一邊在唱歌 那你… 誰呢 應該就是他檢舉 應該… 因為他其實有好有壞 但我覺得重點是在 因為台灣的這個路上的這個 這些法律跟規則就是 是太輕的 比如說在瑞典 我們的這些交通上 路上的規則很多 然後我們也會抓得很嚴格 然後發比較重的 像不管是比如說喝酒那種 我們的那個地線是很低的 然後只要你有一點 馬上就是駕照就是會被拿走了 然後要發很多的錢 然後你看 比如說其實他那個什麼 我最討厭的是在台灣 我們每次要過那個紅綠燈 黃色就是代表要加速 然後開快 但是在瑞典 你做這個事情 很嚴重 對 而且這個是發起錢快的 他怎麼抓你 怎麼抓 那個攝影師 對啊 都是的 因為有時候沒有那個紅綠燈 但是一樣是有辦法限你要過路 瑞典也有一個規則 是說你不能開太快 然後煞車就是在那邊 你要提前這樣子 你就是要提前慢慢的在那邊 台灣人就被罰死了 對 對 可是因為這樣只會比較安全 因為你看台灣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 然後你永遠 你不需要在真的馬路上開過 你就可以拿到了 該在真的馬路跟電機場 差很多耶 我在美國開車很多年 反而我來台灣我考不上 不敢開車 而且真的我不敢 不敢開耶 各位 美國的駕照跟台灣駕照比起來 台灣是十倍美國的厲害 因為台灣的路況才真的叫做千錘百鏈 超級恐怖的 用摩托車 光是路邊停車 那壓力有多大 有腳踏車 有老人那種電動車 什麼車都有 我跟你講 馬丁 我非常同意你 為什麼你知道嗎 馬來西亞朋友就知道 對 新加坡 is so fine is because of fine 因為罰款而變得好 我們會罰款 然後你現在變成讓這個 普通老百姓也來檢舉 來那個 你不如比如說 好 比如說這個要罰2000塊的 你把它改嘛 你只要違規 然後被抓到 看誰敢 就變了 就沒有人敢做這個 對 不是 這家子…我會改成 對 我不要由人民去舉 我們就是直接把這些 對…他認同你了啦 他認同你了 對嘛…來… 你成功說服馬丁 來… 我又同意又不同意 佩修 所以我再重點 我覺得我同意就是因為人民幫忙 沒有很多警察可以每一個地方 都有 人民幫忙為了要遏制這些事情 但是問題是有一些人民 把這個當成一個工作 然後他們就是非常沒有良性 你譬如說去7-11 然後停車一分鐘 你買個東西下來 馬上被怕 你已經 對 因為他們有人知道 哪一個地方有很多 或是很容易可以違規 對 是… 他們就看來了誰 然後就 這樣子我覺得就是太誇張了吧 來…艾成 剛剛憲哥講得很好 像新加坡垃圾 真丟垃圾 你丟丟看 你丟丟看 你真的是富有的人才能丟垃圾 不然你會丟一丟 罰沒有人能夠承受的 真的嗎 所以新加坡就是全世界最乾淨 新加坡的MRT有沒有 我們是為了好玩 去搭看看 去搭看看 然後就搭上去 結果有那個觀光客 對 觀光客來 然後 搖口香 在MRT上面 我跟你講那個罰多少錢你知道嗎 罰7萬多 是不是 對 對 看誰敢吃 就沒有人敢吃了嘛 你說那個人不知道嗎 很皮 一轉過來剛好人家來積茶 轉身一看 看到人家就對 哪可以說 哪可以說我是外國人 我不懂啊 怎樣可以說 不懂 對啊 華美… 華美最怕新加坡了 第一次你就懂 結果如果說真的罰了這七八萬塊 納入國庫 這樣對國家還有幫助 對耶 對不對 好像還滿合理的 新加坡 is so fine is because of fine 你看他的馬路找不到一個紙線 一個紙線 一個紙線 對 好酷 你不如把它撿起來 撿起來好珍貴喔 太珍貴了嘛 你也不同意 我不同意 因為我們俄羅斯人跟金柴有 關係有點特別 所以你說懷吃 你們可以兩個吵架什麼的 但是他們會說 好啦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對我這樣 但是你不要跟警察說 他說對啊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跟他們說 他們是垃圾 我們真的警察 我們就叫他們垃圾 真的 我不開玩笑的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可以 一個台灣人對另外一個台灣人 這麼不好 還在他的背後就這樣 說他的壞話 所以這種看法 其實大家越來越接近 對 好啦 不要再檢舉達人了啦 你就把那罰款堆高嘛 對不對 你的件數就會變少嘛 本來一個月可以抓到一萬件 比如說我這樣講 然後因為你罰款變高了以後 你可能只能抓三千件 但是三千件的錢 比這一萬件還多 而且又少了文書 以遭窘戒 在法院裡面都有這句話 以遭窘戒 就是說讓他知道說 這個是不可以的 新聞媒體 台灣新聞媒體 information 每一個人都知道了 對 連個…東西掉到 趕快撿回來 不是…撿… 這個我還要 這個我還要 發票… 放一下而已… 放一下 對不對 還撿起來拍 趕快抽起來對不對 好 下一條來看看 來 我們這邊 這個也很微妙 捷運規矩超細節 安妮布俄羅斯怪鬼丁 捷運攜帶氣球不能超過五顆 怕氣球破掉的聲音會影響旅客 我們美國還好有人在捷運裡面尿尿 尿尿 什麼都有在發聲啊 不得 因為妳說 超級大聲的 真的 俄羅斯 我很同意 這樣對別人比較有禮貌 我們在俄羅斯也是這樣子 如果你帶行李箱 還是比較大的東西 你付錢才可以進去 要加價 對 要加價 台灣行李箱都可以 但只有一個狀況不可以 行李箱裡面有狀元 好… 什麼地方都不行啦 下一條來看看 來 我們這邊 這個也很微妙 來看清楚 在家打麻將不能超過一桌 打麻將 好 是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來到我 來到這個過年過節的時間 大家都喜歡打麻將嘛 是… 在家裡面和親朋友打麻將 如果超過一桌 就很容易受到警方關切 警察就如果來看 就會有拒讀的行為 超過一桌就叫拒讀 是的 那我們的房間 他沒有說不能超過一桌 但他比較tricky的地方是說 打牌的對象 就會開罰 或者是說如果現場有證據 你有籌碼 你有錢 那這個就會開罰 好 你們同不同意 來… 一桌 來喔 圈圈叉叉 幫我們貼一下 我們美國賭婆的方式 你好像什麼都同意 沒有 但是我們的方式是 我們用代幣 只要是代幣就不是犯法的 像我們也沒有代幣 也沒有現金 太誇張了啦 輸太多了啦 鬼謀太大 沒有啊 輸太多 然後警察來 我們就說沒有 輸六台 沒有 賭就是賭了啦 他說兩桌這樣算是去賭 你同一桌 一桌可以… 我覺得 現在有靜音麻將你知道嗎 電動麻將不吵啊 他堅持代幣啦 他堅持代幣 風田 你覺得日本 覺得不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不可以 就是麻將是好玩的嘛 不是為了贏錢啊 沒有 就是為了贏錢 沒有 對不對 不是為了好玩嘛 好玩可以玩別的啊 沒有賭錢就不好玩 沒有賭錢就不好玩 日本的話就是不能賭博 但是唯一合法的是 爬金庫 對 很多到處都有 瑞典不同意 你覺得應該就讓大家玩啊 因為他是桌遊達人嘛 沒有… 沒有 但重點這個是說 因為桌遊兩桌 我們也列為巨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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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狼人殺兩桌算巨賭喔 這個有點 可是我覺得為什麼 台灣人又那麼愛賭博 然後又喜歡這個麻將 然後其實他的這個地位也是很 為什麼不做跟新加坡一樣的 就是開放賭博 然後比如說設計那種 只有有錢的人 如果你是當地人 你就要付很貴的門票進去嘛 代表你真的是有錢可以輸這些 台灣有一群人他們就希望能夠 把賭博合法化 發揚光亮 只有你的支持 你出去會被罵死 沒有啦 因為那個最近來台灣 也是好說 像新加坡就是有很多 看台灣是怎麼做哪一種方式 新加坡不開哲義 一開就開兩個 國家的收入是非常巨大的 就它等於是屬於政府的嘛 幾百億的新幣喔 太多了 這是真的 其實馬來西亞的雲頂 真的是馬來西亞很大的一個收入 對 一定要讓它開 因為我每年都在那裡做事 這是別的 還有那個San 還有那個賭船 個人角度 對… OK…沒事… 我覺得我原因 因為我覺得賭博背後 一定會有更多的複雜的問題 平常就是你變越的 然後載總先生就錢 載總先生就會問題 如果都是你贏呢 那你就還是一樣啊 還是有錢啊 不行 你贏了別人不開心 你輸了你不開心 然後不開心之後 回教國家對不對 回教國家不能賭博 不能賭博 但是還是我們有賭場 有賭場 這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也可以賭錢 沒有 本地也可以 就跟我一個馬來西亞朋友 這樣說 馬來西亞是可以喝酒 這什麼邏輯啊 是不是這樣 完全不可以喝 馬來西亞的很多規定 其實很嚴格 但是那邊的人民 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也不會去檢舉 或特別去怎麼樣 然後警察更好玩 警察有一次 我們一個很鄉下的一個朋友 他家裡就被盜竊 然後他就去報警 警察就吃得肥肥的坐在那邊 然後就跟他說 妳就家裡多加一個鎖 鎖好它 不要 就是妳自己沒有鎖好 所以被人家偷懶 這就跟Elosa的警察一樣 真的 完全沒有用啊 妳自己沒有鎖好 被人家偷懶 妳就跟他們說 我被人家打 他說 妳下次乖一點就好啦 沒有人回家 妳下次乖一點就好啦 妳為什麼不跑呢 他哪裡妳要躲啊 還是妳就打回來就好啦 妳為什麼來找我 我們在這邊就是在那個 我們很忙 對啊 對啊 我在這邊喝咖啡 酒宴 妳幹不到嗎 人家才忙 對 沒有錯… 他是受了警察什麼傷害 對…難怪他們就說 他們俄羅斯人都要身上帶藍波刀 對 都要自保啊 對… 真的 好可怕 所以你看你也這個 我基督徒一定是不可以賭啦 對啦 但是家裡陪奶奶打麻將 那種是真的有的 練頭腦那真的是有的 反而如果在馬來西亞 華人家裡打麻將是OK的 真的是陪奶奶打麻將 練頭腦真的是真的 俄羅斯嗎 俄羅斯一般的人不會去玩 但是有錢人他們玩什麼就是 他們想玩什麼就可以玩 OK啦 了解…來… 好 再來還有第一次 台灣的喔 台灣下班後主管仍要求回到工作 想問其實應該給予加班 下班後主管打電話給你的部署 要他幫忙完成什麼事情 要給加班費 這個很特別 這個即便只是你的雇主 在下班時間用LINE傳訊息給你 然後交辦公務提供你的 然後要求勞工來提供勞務 那你這個勞工就可以用你的LINE 去要求付費 好 這個是已經明定的規則囉 這個是台灣現在規定喔 然後最低2萬元 最高100萬的罰款耶 美國根本找不到人啊 而且是5點整就沒有人了 他公司或他老闆或任何同事打來 他不會接的 對… 那不可能的 你找不到人 他就是隔天的早上9點 你才會看到人 這人生版積極的 對 很棒耶 這滿好… 日本呢 日本也是加班文化很大 日本人不用說 你們超愛加班 超愛加班 加班還要陪主管收費 還要撒起喝兩杯 還要喝酒 還要續攤 應酬啊 對 完全沒有自己要 這樣可以解決你們的問題 真的 瑞典 你也同意不能加班 這個同意 當然我覺得最很可惜的是 台灣需要這個法律 你不應該要需要這個 一般是台灣的這個文化上 是太多 就是你 你都是要一定都是要加班 沒有加班費 然後老闆一直都是要可以聯絡到你 如果聯絡不到你 你做不到這些事情 我去找另外一個願意這些事情的 這樣子就是永遠就不會變好的 因為大家都會利用這些點 去繼續做 所以我很認同要有這個規定 因為你 如果你一直工作… 然後加班 然後沒有時間去享受你自己的生活 去照顧你的家人 去跟他們一起玩 或你自己的興趣這些 那你為什麼在活著 為什麼 你為了工作 就這樣子嗎 你怎麼活著 對… 沒有啦… 賺錢是為了要讓你生活 對 對不對 如果你全部都拿來賺錢 沒有生活 那你活著幹嘛 也對 賺的錢不知道在哪裡 安妮 我們在俄羅斯也不可能 沒辦法 因為我們加班費太高 所以老闆應該扶不出來 如果說要真是下班了 有事要找你 OK… 那你應該是同意啦 就是說如果老闆找你 就要給你錢嘛 你要花圈圈了 那不要找啦 那如果找你也要付你錢嘛 也要付我錢 OK 馬來西亞呢 來… 要不應該是同意 那你也是同意 馬來西亞 你怎麼也同意了 我們加班一定是會有加班費 而且要待在公司 你回家之後 如果上次現在LINE很方便 會給你 但是你可以做 你可以選擇不做 選擇不做的話 我以後跟老闆很難面對面囉 基本上馬來西亞人還是會去做 因為馬來西亞人 華人在馬來西亞其實是比較 勤勞 勤勞 然後很願意做 很願意做 青菜啦…做啦… 好 都是這樣… 比較不會去要求加班費 伊拉克也同意 我覺得我伊拉克同意 因為我覺得 我在伊拉克我們不需要 因為你下班了就下班 你完全 你不用接電話 學美國的 我們跟美國一樣 你五點中就下班了 下一個…第五條 捷運攜帶氣球不能超過五顆 這是我們的規則 這是台灣的規定 旅客只要搭捷運 然後帶氣球不可以超過五顆 而且任一個長邊不能超過50公分 因為有些造型氣球嘛 但是捷運局的原因是說 怕氣球破掉的聲音 會影響旅客 有嚇到人 你們覺得你們同意這個法規嗎 我們美國基本上吃的 還有有人在捷運裡面尿尿 什麼都有在發生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什麼限制 你們應該要規定尿尿 長邊不能超過50公分 不能劃出一條線 OK… 你覺得沒關係 對啊 還有那個街頭表演一堆 對啊 所以其實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很打鼓的 妳說 打鼓的超級大聲的 對啊 妳在紐約那種打鼓的 啪啪… 沒有 我有在 我有在那個地鐵上遇過賣菜的 賣菜的 他就帶一整藍菜 然後就走到你面前 然後要不要買菜… 對啊 在美國啊 什麼都有 因為這個時候 對紐約也有一個家庭 媽媽把泡跟小孩都住在那邊 在地鐵 住在裡面啊 對啊 他們就在那邊睡這樣子 他就是Homeless了 Homeless… 日本 你同意啊 應該是說無所謂 因為在日本 只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真的嗎 日本太急了嘛 太急了 而且就是 沒有人敢這樣做 對啊 氣球 所以沒有這麼多的細節的 那種法律 日本的那個手機不能用對不對 不能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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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也不行 對 對… 會吵到別人 會吵到 但是這個東西 不是有沒有法律的問題 日本人本來就是 不太會做這些 瑞典也不同意 馬丁 因為像剛才說的一樣 也是覺得有點無所謂 有點莫名其妙的一個位置 因為像在瑞典 也有一個規定 是不能帶氣球 可是在抹幾個站 是因為那時候 比如說飄走 會在那些電線啊什麼 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是危險 對 所以那樣子是需要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比較莫名其妙的是 台灣就是 台灣的比如說街運 造成這個 現在這個法律 這個規定 然後就是莫名其妙 為什麼 focus在這些地方 像街運站不能吃東西一樣 這個我也覺得 我本來一開始覺得說 也OK啦 不錯啊 可以吃得乾淨 衛生也很好 對… 可是莫名其妙的是 高鐵 火車都能吃啊 高鐵火車跟捷運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 在那邊可以吃 然後那邊不能 那日本的捷運是可以吃東西 有 但是會吃得很乾淨 鐵路或者高鐵 因為它是長距離的 它比較遠 很遠的 要兩好幾個小時 捷運就像新加坡的MRT一樣 3分鐘 5分鐘 3 5分鐘 然後你吃到了 就弄到一點點 對… 但是MRT的椅子更好清理 你可以忍住3 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都不要吃嘛 我覺得應該是反過來才對 因為那個MRT它是短距離 而且它那個椅子比較好清理 那個長距離 那邊吃東西 在那種布的椅上面 那是更髒的吧 然後有很多人是那種 很有味道的東西 你要坐在那邊的時候 兩個 像我很怕海鮮嘛 只要一個人帶那種海鮮 坐在那裡 蝦子的味道 人帶幾分鐘可以啊 對啊 人帶兩個小時跟幾分鐘 一定是幾分鐘好 對 這可能有一些個人角度 當然啦 可是我覺得滿好玩的是 我們的規定是超過5顆 怎麼辦呢 比如妳有6顆 要刺破1顆 對 要刺破1顆妳就可以進去 來…俄羅斯怎麼樣 我很同意 因為這樣比較 對別人比較有禮貌 我們在俄羅斯也是這樣子 如果你帶行李箱 還是比較大的東西 你付錢才可以進去 要加價 對 要加價 對 行李箱 可是這樣有道理啊 這也是一個位子對不對 我們台灣行李箱都可以 但只有一個狀況不可以 就行李箱裡面有裝人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都不行啦 不安安 愛情… 馬來西亞怎麼樣 馬來西亞是保守的國家 你知道這種叫MRT 或者是捷運上面 就是帶氣球是不可以的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 我童童 我們回馬來西亞 然後他只是帶了一個項鍊 是有那個槍的 一支槍的形狀 他停住 他說你不能戴這個 那童童就說這個是玩具耶 什麼玩具耶 什麼玩具 他說No 它是槍 搭子不過 但是我馬上就把它摘了 馬上丟 因為你不要跟他講太多 他真的能夠把你關三天 再跟你說 馬來西亞是 因為馬來西亞是比較嚴格的 對啊 我們還有賣那種手槍型的雞蛋糕 然後連那個都可以帶 你們一點點都不行 所以球怎麼可能帶 不行… 真的是 我覺得我同意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的捷運有很多 因為我是建築師 所以我覺得台灣 就是台灣的那個捷運的設備 就是太別的 就是唯一一個公共的設備 讓政府最賺錢的 然後剛剛說 為什麼在高階可以吃東西 然後在捷運不能吃東西 捷運大部分都是在地下室 因為沒有通風 你大部分的捷運 除了那個動物園的線 大部分都在地下室 然後你在地下室 就是你在用任何的設備 它完全不會清潔那個味道 然後如果東西丟了 而且捷運 他們不會比較快就清潔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請 他來了然後馬上要走了 太忙了 像高鐵是不斷在清潔 對… 但是高鐵 每一站都有人 乾淨 所以就兩個 然後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台灣就是很多東西 就不能帶去捷運上 大概好像是東西比1.8 有一個比例 公尺 比上的完全不能對東西 對 影響到別人就是不行 OK… 這個沒有國家都不太一樣 我非常同意 因為這些細節任那個 台灣的捷運座 就實際上前處無名吧 台灣的捷運真的厲害 捷運非常的有名 而且是大家都非常認同 非常讚賞的 好 今天按個讚 來 下面一條口 好棒 氣氛多高 該放高溫價 李佩修巴眼睛帶眾人 不只有台風價 高溫價 高溫價都來了 像我們馬來西亞都是33到36 放高溫價的話我們 那就不是每個人都放了 假如是41 42度 我一定要付近 40…還好 好大 好大 呼吸力很高耶 很大 太大了 可是你也最高到56 超過543會放價 543放價 下面一條可怕的 好嚴重啊 這也是我個人 一直在找尋的問題 不能以代理孕母方式產子 好 台灣不可以代理孕母 你們美國是同意嗎 我的精子跟他的卵子 放在另外一個身體裡面 我覺得這個OK 因為那個人需要錢 所以要給他賺 然後如果他我老婆或是誰 他不願意讓自己 他沒有辦法 對… 身體有狀況 是… 但美國的法律是可以的 對 要看州 對 有不同 有些比較必俗一點 有的人會跑到另外一個州去做 因為這個他們本州不行 豐田 日本 我不同意就是台灣不行這個 但其實日本也是跟台灣一樣 就沒辦法代理 但是一樣就是去國外 但是問題是日本的法律是那個 從誰的這邊生出來 那就是這個人是媽媽 懂我的意思嗎 懂啦… 就外國人的媽媽 對 生了 那就是這個小孩子的媽媽是她 是她 對 是我的卵子 是你們兩個精子跟卵子擺進去 是精 那你可以領養嗎 對 所以要變成 不是真正的那個母子的關係 變成領養 領養 要再要簽約什麼的 就比較複雜 所以我覺得可以合法 對… 瑞典有這個問題嗎 因為在瑞典目前也是 也是就是非法嘛 但是會用一樣的方式 就是你生出來 然後你就是說 好 我要放棄我的這個 父母的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領養 就OK了 但是以這種 對這種法律來說 我真的就是覺得 政府憑什麼決定你 你的身體跟這些的決定 真的 我覺得這種法律 真的是很不對的 對 你自己的身體 你自己的決定 這個政府跟一些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信仰或什麼 任何這些 不要去管你自己的身體 沒有 像馬來西亞就不行 馬來西亞不行 完全不行 我們馬來西亞是試管可以 對 而且我們試管的醫療 非常高技術 而且成功率是 有…一定 就是成功率很高的 成功率非常的高 來… 我覺得我非常同意馬丁 就是沒有任何政府 沒有任何中間 可以為了你選擇 你是自己的生氣 自己的選擇 但是又一個好處就是 可能那些人 因為現在這世界又多個小孩子 完全沒有家裡 沒有家境 對 很多的孩子沒有家庭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如果沒辦法 就是生小孩子 他們可能會去領養 增加這些失心兒 失醫兒 被領養的機會 對 他們把這個 就是比身體力變高一點 很多人都想要有自己的骨肉 自己的DNA 對…就是傳統文化 但這個之前發生過就是 生完小孩發現那個小孩身體 有狀況 拒絕 那個夫妻拒絕 收這個小孩 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道德上還是有一些 對 因為還沒有完善的法規 就沒有辦法讓這一條先通過 對… 不然太多問題會衍生出來 沒錯 原因是這樣啦 好不好 這個再看看 來 下面一條 為了讓教育品質得到安心保障 政大廢除學業成績退學制度 就是把21的狀態去掉就對了 對 21跟23 妳的所有課業裡面 有一半以上沒有及格 不及格 妳就要被退學 對 他們決定要把這個取消掉 你們認同這件事 你們同意嗎 不同意 不同意 對啊 我也不同意 我聽得很仔細我才決定 不同意 怎麼會用這個 對 我喜歡念書 然後我在俄羅斯 在日本 在台灣都一直在念書 所以我 我超不喜歡那種很爛的學生 他們為什麼要來學校 然後就是浪費媽媽爸爸的錢 然後浪費我們的老師 不是我們的 老師們的時間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不要好好念書 那你就走吧 如果他是學醫療的呢 如果他是學醫療的怎麼辦 學醫療本來就是七年 就把七年讀完啊 對啊 他七年讀完他一直不及格 結果他也是畢業… 結果他是妳的醫生 對啦… 不很恐怖嗎 很恐怖 講得也對 我也是認同說 如果真的就是成績這麼爛 就不要讀了 就不要吧 你去廣州 你會跟很多人說 我再廣州 我沒辦法去上課 你就不要吧 就跟一個公司嘛 你來這裡上班 你根本做不好 我們勸退他 讓他去別的地方 搞不好找到他的發展 他不適合念書嘛 那你說為什麼考得上 台灣是考得上比較重要 會不會念是其次 很多是這樣 可能大家都很會考試 但是有沒有辦法畢業去離開 美國好像就是 考得進去都可以 但你要讀畢業很難 進的去出不來 而且要很多錢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活力 但是我覺得這個法規 他的席階更重要 譬如說 推選是一個學期內嗎 還是一個一年內 一學期 一學期 如果哪一個學生 那一學期遇到問題 譬如說他如果生氣狀況出來 或是他家人出問題 他可以請病假 沒有 因為那些特色的狀況 應該是可以就是去申請 比如說我要延期到 比如什麼 他們說你一直在休息… 就不要再來 對 我也覺得應該要 馬來西亞… 同意了啦 我們馬來西亞是品格不好 才會退學 所以你都一直被 退學 我成績不好… 但是我沒有被退學 放心 我比你爛 真的 真的很厲害耶 好厲害 高中不知道讀了幾間 厲不厲害 五間 各位觀眾 有沒有 畢業典禮參加過幾場 畢業典禮 沒參加過 很厲害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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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讀書啦 好強喔 好 來 我們來看下面一個 下面一個 來… 最後一個囉 天氣假日不只有颱風假 高溫假 高溫假都來了 怎麼會有一個高溫假呢 是的 台灣再高都高不了東南亞的啦 當然沒有錯 但是因為我們平常習慣 就是四季如春嘛 只有到颱風天 真的風大 雨大 會淹水的時候 才說哈啦哈啦 全部的人都放假 可是現在我們新北市長侯友宜 就跟學校宣導 就提倡說高溫的時候 第一 不要有體育課 我們來調整 這合理 不要讓小朋友在高溫下跑操場 進一步的計畫就是說 高溫假如果氣溫到了某一個程度 我們就要放假 當然畢竟有一些公立學校 很多學校其實還沒有冷氣 這件事情 這也是要列入考量 這樣子的政策大家同不同意呢 你們知道你們沒有冷氣 我們在LUS沒有 如果學校沒有冷氣我就同意了 你們知道嗎 對 太冷了 今天下30度你知道多冷啊 低溫假… 穿著衣服啊 然後說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子 我們有時候慢打不開 下一學下這麼多 慢打不開 對 這樣就可以請假 就沒辦法 這樣可以打給老師說 老師我今天慢打不開 我可以不要來 這老師也不能說 你昨天晚上就先把它打開 太危險了 這個有點離譜了 日本你也同意啊 我覺得非常同意 因為高溫 36度就高溫這樣 就可以啊 因為我日本之前發生過 真的是高溫的時候 就體育課 然後就真的是中暑就直接熱死 而且小朋友體溫本來就比較高 對 調節比較慢 真的 而且台灣 所以越來越高嘛 溫度 對 地球溫度越來越… 但是溫度是36度嗎 所以就是高度到幾度 還沒定… 還沒定 就在商量 說不定到最後是 太離譜了 對 對不對 你看像泰國動不動40度 對啊 像我們馬來西亞 常年都是33到36 對啊 對啊 如果放高溫價的話 我們 那就不是每年都放了 但假如是41 42度 我一定要放 但是11 42還好吧 好大 好大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爸爸帶了 跟小姐會高56耶 今年最高到56耶 56 然後超過543會放假 53放假 53再放假 不算了 你們那個氣候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濕熱 你們是乾熱 那個真的差滿多的 濕熱 乾熱另外一回事 會不會它是算華氏還是攝氏 應該不是吧 Celsius吧 厲害… 還有瑞典 這種地球暖化 然後變成現在很多的這些 那些天災嘛 是很危險 然後像我們說的就是太熱了 真的 你會有 就是會 會太熱 會有生命的威脅性嘛 所以這些真的是要重視的 而且搞不好是阿公阿嬤 再送小孩去那個去上學 對 這麼熱搞不好他就受不了了 OK 我記得有一次 阿公阿嬤先受不了 有記得是我當兵的時候 我41 2度 穿著全副武裝在那個大操場 整個人在裡面差點融化掉 那真的會耶 頭很痛 我在想說我今天應該會死在這個操場 所以高溫真的是要關注的 真的危險… 真的 因為這個發生過的問題 但是有時候他訓練就是這樣 反而你要高溫的時候去 要不然將來打仗的時候遇到怎麼辦 有太多的不可預測了 對 這個可以再商量好不好 謝謝你們大家的意見 我們會聽進去了 有關單位聽好 我們可以來改變一下好不好 我們會一起討論 謝謝他們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